你不进来,你不知道这玩具有多细致? X弹井电影20周年传奇系列 欢迎收看Cookie Time 我是最喜欢电影玩具的Cookie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玩具是 X弹井电影20周年传奇系列的两款 电影版的罗根 还有展场限定品之一的 老罗根与X教授马上来开箱 GO! 先来看一下包装 罗根就是基本的银蓝色包装 正面可以看见玩具的本体 左下方可以看见X弹井的图像 左上方有漫威传奇的LOGO 右下方是角色的名称 上方也有漫威传奇的图像 两侧都有罗根的阴影 背后是角色的主视角照片 展场限定品的老罗根与X教授是礼盒的包装 正面是罗根还有X教授的图像 上方也有烫金的X弹井LOGO 一抽出来就是银蓝色的包装 两侧都有图片 一边是老罗根的阴影 另一边是X教授的 背后则是完整的主视角照片 罗根 雕刻 脸部非常猙獰 发型与造型就是X扇形 金刚狼的年轻造型 皮衣的质感相当真实 尤其是还有绿色的摩擦色泽 牛仔裤的纹路也很棒 衬衫级 印第安人头像皮带也很到位 可动 头可以转动 肩膀平局很高 有蝴蝶关节 手上方有旋转点 手臂是两段式关节 双弯转动很顺畅 胸到腰之间有前后的关节 腰部可以转动 腿部可以劈腿 腿上方有旋转点 膝盖为双关节 脚踝有可动的关节 配件 一双替换手 有握拳的手 另一个伸出爪子的手 还有另一个比较严肃的头雕 说真的这款头雕绝对是目前最像修杰克曼的头雕 我自己私心超级爱这一款 整体来说这一款绝对是全系列当中 我排名第一名的玩具 甚至可以说应该是今年目前Marmorages的MVP玩具 造型及可动都相当有诚意 老罗根 雕刻 脸部伤痕的部分是这一款的特色 尤其是细看眼睛当中的血丝 发型配色就是灰白黄的搭配 身体就是标准的西装素体 上半身应该是新的素体 下半身是尼克弗瑞的西装素体 可动 头可以转动 肩膀可以平局 手上方有旋转点 手臂为两段式关节 手腕也有可动 胸到腰之间可以前与后 腿部关节很不错 腿上方有旋转点 膝盖为双关节设计 脚踝可动也很不错 配件 替换头 这款表情是比较真名的头雕 替换手 一副基本的狼爪 还有另一副可以握着轮椅的手 最特殊的就是沾满血迹的狼爪 超有画面 这款应该是目前最血腥 但也最有电影动态感的玩具之一 夸张的表情 配上沾满血迹的狼爪 根本超还原电影的老X教授 雕刻 最厉害就是头部上这些老人斑 白色的护渣 还有后面的毛发 眼神也很真实 身体相较之下比较简单 还是有将电影的外套及衬衫呈现出来 手臂及下半身 跟史丹丽是同一个素体 可动 头部转动很顺畅 肩膀可以平举 手上方有旋转点 手臂是两段式关节 手腕也有可动 胸到腰之间因为外套的关系有点卡卡的 但还是可动 腰部可以旋转 腿部也可以摆动 腿上方有旋转点 膝盖为双关节 脚踝也有可动关节 配件 轮椅整体造型不错 金属的线条 皮革的椅子都有做出来 轮胎上也有纹路 而且后轮是可动的 但是教授坐上去的角度需要调整 不然会不小心滑下来 整体来说 这款电影版的展场限定品 光是2017年的罗根电影主题就很成熟 而且对台湾来说更有故事性 因为他们当年有来台宣传 更加有意义 另一款年轻的罗根更不用说 绝对是必买中的必买 可动造型诚意十足呢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开箱影片 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 台湾算是目前很早在贩售 展场限定品的地方 这几周在三创的一楼 玩星在一起公仔特别计划 也是有限量贩售的哦 有经过的朋友 不妨可以来共逛 那你有收集漫威传奇的玩具吗 还是你有什么不一样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小铃铛按下去可以提起你我有新影片 追踪IG可以看到更多幕后花絮 想看更多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 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那么Cookie Time 下次见啦 See you